邓神通的枪法与张义不同 张义的能力精准射击是空间系的能力 可以为他自动锁头 根本不需要利用娴熟的技巧来射击 所以他哪怕是使用重鞠 也可以做到连发 但邓神通不一样 他的枪法依赖的完全是枪械的高性能 以及个人多年苦练的技术 开枪的速度虽然比张义慢了些 但威力却依旧强劲 启元旦轻易贯穿了那些低级艺人的身躯 将他们斩杀在孤岛边缘 邓神通放下手枪 看向眼前那片几乎被炸成废墟的城堡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王良还不出来吗 他揉了揉自己的脖子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你还不出来的话 我可就要调动巡航导弹 对这里进行轰炸了 他的话音落下没多久 从烟尘当中 缓缓走出来一名流着血色大背头 披着厚厚大厂的高大男子 冰花沼泽的领主王良 正是在邓神通的面前现身 眼睁睁看着自己打造了数年的领地被毁坏 他望着邓神通的眼神 简直要脆了毒 满满的冷意 暴雪城的调查队长 只会用这种手段来攻击别人吗 我还以为你们很强呢 王良冷笑着说道 同时目光从王良的身上掠过 只是一眼 就让琥珀的身躯僵硬在原地 他抱着自己的胳膊 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 不听话的小猫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里来的吗 邓神通缓缓移动脚步 挡在了王良与琥珀中间 他笑眯眯地摊了摊手 开玩笑的 巡航导弹可没有那么容易调动 不过嘛 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缓缓睁开眼眸 露出一抹灵力 让一位暴雪城的调查队长 亲自出手 可比巡航导弹有排面多了 王良忽然笑了起来 调查队长是吗 真是有趣 不过 我可不是第一次遇到你这种人了 他盯着邓神通 眼神当中是毫不掩饰的凛冽杀意 调查队长 我还杀过两个呢 看样子今天 你将会成为第三个 暴雪城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的确成立过许多作战部队 调查队也更替了许多次 许多调查队在外征战而消亡 比如说黑袍调查队 而他也并非唯一被取消编制的调查队 邓神通微笑 很可惜 你遇到的那个人不是我 如果你早点遇到我的话 你早就死了 他说完 拔剑指向王良 A级的任务 几乎是调查队能执行的最高级别 更高的S级 是为伊普希龙级艺人而准备的 这种级别的任务对象 哪怕是 他也得全力应对 所以 邓神通压根没打算生情 王良黑黑一笑 忽然高声说道 我的小猫咪 你该不会觉得这个男人可以救你吧 我现在 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出手攻击他 他舔了舔嘴唇 那样的话 我可以原谅你背叛我的过错 邓神通吃笑了一声 你还以为 他是那个被你控制的奴隶吗 喂喂 不要太过分了 好歹我也是天神小队的 队长两个字没有说出口 他就听到身后 传来咔哒一声 邓神通愣住了 作为光属性的艺人 他可以扭曲空气中的光线 除了给人制造幻觉 也可以获得 360度无死角的视线 就在刚刚 他看到琥珀 拔出他送给他的枪 对准了他的后脑 琥珀 邓神通的声音有些讶异 不过他 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你是觉得 我不是他的对手吗 琥珀的身躯 有些颤抖 他低着头 不敢看邓神通的表情 可是 邓神通能够感受到他的恐惧 这很奇怪 琥珀的能力 会让所有生物 对他本能地产生 爱恋保护的欲望 理论上来说 不会有人舍得伤害他 可他为什么 面对王两的时候 会做出这种表现呢 王两哈哈大笑了起来 对 这才是我可爱的小猫咪 现在开枪 干掉他吧 他是不会对你出手的 杀了他 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邓神通看到王两 那疯狂的表情 眼神微微沉了下来 啊 原来他是个变态啊 邓神通这种人见多识广 一下子便想明白了 其中的缘由 每个人对爱意的理解 是不同的 而变态表达的爱意 对普通人来说 则是地狱 邓神通只是平静地 对琥珀说道 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琥珀的手颤抖着 他低着头 不敢看邓神通 可王两带给他的压迫感 仍然存在 那是日积月累 形成的本能 邓神通并不知道 他在王两的手中 都经历过什么 以爱之名 实行的种种 恐怖恶心的行为 几乎要让他彻底崩溃 王两猙獰地笑着 小猫咪 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他的表情 忽然变得凶恶 抗拒我的话 你应该知道 会遭遇什么 琥珀似乎想到了 过去发生的事情 他用力咬紧了牙关 下一刻 他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只不过 这一枪并不是 对准邓神通而来 而是对准王两 王两错愕地 看着自己的胸口 一颗子弹冒着青烟 穿透了他的黑色大肠 琥珀用力地大喊道 该死的变态 你给我去死吧 王两看着琥珀 很快表情 就变得愤怒起来 你现在找到 新的主人了是吗 小猫咪 我会让你知道 你选错人了 他死死盯着邓神通 我现在就杀死你 他话音落下 身躯忽然剧烈地膨胀起来 衣服被撑碎 一个巨大的 丑陋无比的身躯轰 得一声 出现在冰花沼泽之上 腥臭 恐怖 森巴无比的獠牙 与新红的口气 如同深渊一般 朝着邓神通笼罩而来 不从者王两 兽人系能力者 能力代号 深渊巨鳄 邓神通看着眼前巨大的怪物 目光霎时间变得凌厉了起来 与眼前的王两比起来 之前遇到的巨鳄 简直是袖真版的玩具 光是他的一颗獠牙 就比邓神通整个人都大 邓神通握紧了手中的剑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凭什么王两能够在这片领地 称王如此之久了 王两直接化身身渊巨鳄 直奔邓神通而来 那巨大的口气 仿佛身渊一般 直接从上而下 将邓神通转瞬吞噬 邓神通将 圣体加持着的能力 开到最大限度 在体表形成了一层 坚不可摧的防御 哄 王两将他一口吞下 然后直直朝着冰面之下 砸了进去 带入沼泽之中后 就是他的领域 失去着力点的邓神通 将会陷入巨大的劣势 此刻的邓神通 以手中剑死死抵住 上下咬合的巨齿 奋力于这头怪物博弈 可是王两的力量 实在是太大了 鳄鱼的咬合力惊人的强大 即便是邓神通 也挣扎得相当吃力 仅仅是一击 就让邓神通 看出了王两的实力 最起码 也得是9800点以上的存在 这让邓神通的内心 大吃一惊 怎么会这样 暴雪城之外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张义那样的怪物 原来不止一个吗 暴雪城掌握着 整个江南大区 最丰富的资源 除了张义那个怪物之外 其他艺人都难以 与暴雪城抗衡 甚至被逼让出 自己的地盘 与手中的资源 所以 暴雪城必定越来越强大 而不同者们 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很难诞生出 特别强大的个体 即便是陆盼这种存在 也是从暴雪城 叛逃出来的强大艺人 可是 王两这种常理之外的家伙 又是如何诞生的 邓神通此时方才意识到 他错估了形势 完全低估了 自己此行任务的难度 但是他已经来不及细想 因为王两咬住他 直接冲入了冰冷的沼泽当中 作战符自主变换潜水模式 邓神通拼尽了力量 双臂用力持剑 撑开王两的牙齿 哄 这一剑 他直奔王两的上颚去 宝剑 格里菲斯 刺在如花钢盐般的血肉上 竟然根本无法刺穿 哪怕费尽力气 也只是刺入了几十厘米 可是这种程度的伤害 对王两而言 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王两带着他继续往水下冲 他的体型太大了 甚至达到上百米 这是半条街的长度 如果不是正面对上 根本难以想象 这是怎样恐怖的一个怪物 邓神通就像是他牙缝当中的碎肉 一般渺小 恐怖的水流 裹挟着邓神通 冲击着他的身躯 让他难以稳住身形发力 他的目光望向头顶 那是巨恶的喉咙 如果外表坚固的话 那么内脏一定非常柔软 邓神通下定了决心 拔出长剑 想要逆流而上 冲进王两的体内 搅碎他的内脏 可是下一刻 一股赤色的光芒 从喉咙深处出现 转瞬化作一道汹涌的洪流 直奔邓神通而来 邓神通脸色一变 糟糕 他在王两的口中 根本无法避开这一击 只能够将圣体加持全力撑开 化作银色的光盾 挡在自己身前 哄 赤色的能量光束 直接轰击在他的光盾之上 王两张开了巨口 一道赤色的光柱 贯穿整个冰花沼泽 让方圆数公里内的尖兵 碎裂成无数冰块 琥珀趴在一块冰上 神区瑟瑟发抖着 他低下头 即便透着厚厚的尖兵 仍然能够看到 王两那巨大而恐怖的躯体 他咬紧了牙关 默默地祈祷着 现在 他只能够将全部的希望 寄托在邓神通的身上了 而此时的邓神通 正在水中一直下坠 对王两实力的误判 让他在最开始的时间里 陷入了巨大的被动 身处冰花沼泽区域 是王两的主场 让他可以将自己的能力 发挥到极致 但是 他邓神通 也早已经 不是曾经那个自负的年轻人了 大须迷幻境 被王两喷出口腔之后 他立刻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白光从沼泽深处迸发而出 如同地平线跳出的一轮太阳 白色的光辉 笼罩了周遭的一切 而王两的眼前 所看到的一切 不再是真实 而是被邓神通改变之后的幻想 王两面对虚假的幻想 张开锯嘴 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姿态 狠狠一口咬了下去 这一击 足以将一栋摩天大楼 拦腰截断 邓神通的幻想消失 他的本体游到王两的身后 对准他的脖子 一剑狠狠刺了下去 圣光笼罩住了他的周身 在长剑格里菲斯之上弥漫 逐渐凝练成一道锐利的剑锋 延伸出去数十米 直落而下 破 剑尖刺在王两的脖子上 坚硬粗糙 满是叠杖的后背 竟然一击之下根本无法刺穿 邓神通一咬牙 加大了输出功率 终于 剑锋扑斥 一声刺破了王两的皮肤 可还是被厚厚的骨头挡在了外面 原来在王两厚实的皮肤之下 还有一层便及全身的厚重骨甲 这两层防御 强大到几乎让人绝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王两是和张义一样的人 他们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拼命用尽一切办法 将自己保护起来 而此时的邓神通已经历劫 反应过来的王两 巨大的身躯在水下猛然抽动 数十米长的厄尾横扫邓神通 轰隆隆 水面之下 潮流疯狂涌动 整个沼泽都在震战 邓神通本能地意识到 如果被巨额正面击中 即便是有作战符的保护 他恐怕也要受到不轻的伤势 所以他借助作战符的推进系统 果断地后撤 很快 邓神通冲出了水面 琥珀抬起头来 望向这个身穿银色战甲的男人 邓神通直接将他搂住 这里太危险了 我先送你去安全的地方 他现在已经意识到 王两是个绝对难应付的敌人 所以他要先保证琥珀的安全 琥珀却说道 你不用担心我 他不会杀我的 可是 只有你杀死他 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邓神通没有来得及说下一句话 因为水面之下 发出雷霆一般的轰鸣 那头巨大到难以想象的怪物 直接冲出水面 深渊般的巨口对准二人 猛然咬下 他的速度太快了 邓神通又落入了巨恶的嘴里 他一手抱着琥珀 一手持剑 拼命地抵挡住 上下咬合的巨恶的牙齿 你不是说 他绝对不会杀你吗 邓神通看着怀里的琥珀 竟然笑着调侃了起来 可琥珀看得见 他持剑的那只手 分明已经抵挡得有些吃力了 我对对你来说 我为你来说 词字幕观看着